李总统东北先生今天以作为一位电视观众的身份 勤勉国内的电视文化界在制作节目的时候不能只顾收视率 而忽略了对儿童跟社会的不良影响 更希望国内电视台能够进一步的提供中小学教师跟家长更多的资讯 来使家长们可以知道儿童们究竟该看哪些适合的节目 中华文化复兴总会下属的电视文化研究委员会 上午举行第二次会议 特别邀请国内三家电视公司以及公共电视筹备处的主要负责人参加 身兼文化总会长的李总统登辉先生特别立会 除了听取电视公司主管的意见之外 并且发表对电视节目内容的看法 以及对电视从业人员的由衷期许 总统说电视影响时代太大太重要了 因此从事电视工作者一定要有电视事业是积功德的事的认知 因此第一个要做到的就是把观众当作是自己的家人来看待 总统说假如只一心想赚钱 向观众播放连制作人都不敢让自己子女看了节目 请问这个跟贩卖毒品又有什么区别呢 总统同时指出电视工作者也要时时有颗负责的心 譬如八点档的黄金时段往往只顾到收视率 就忽略了对儿童的不良影响 总统还说外置的时段不好广告难拉 只有以更低的成本做出更低俗的节目 来抵充儿童节目比例来填充时间 他们赚钱是小却害苦了我们的下一代 因此总统希望电视公司能够提供中小学教师和家长们更多资讯 使他们可以告诉孩子们什么是值得看适合看的节目 而这就是英国所谓的媒体教育的一部分